要下雨了,小白兔弯,准腰在山坡上割草,天阴沉沉的,小白兔直起身子,伸了伸腰,小燕子从它头上飞过。 小白兔大声喊燕子,燕子,你为什么飞得这么低呀? 燕子边飞边说,要下雨了,空气很潮湿,虫子的翅膀,你沾了小水珠飞不高,我正忙着捉虫子呢。 是要下雨了吗?小白兔往前边池子里一看,小鱼都游到水面上来了,小白兔跑过去问小鱼,小鱼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呀? 小鱼说,要下雨了,水里闷得很,我们到水面上来透透气,小白兔你快回家吧,小心临着雨。 小白兔连忙跨起篮子往家跑,它看见路边有一大群蚂蚁,就把要下雨的消息告诉了蚂蚁。 一只大蚂蚁说是要下雨了,我正,我们正忙着搬东西呢。 小白兔加快步子往家跑,它一边跑一边喊,妈妈妈妈妈要下雨了。 轰隆隆隆,天空响起了一阵雷声,哗哗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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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雨真的下起来了。 小白兔连忙,哗哗,哗,哗哗,哗哗,哗,哗,哗哗。